搜索引擎巨头谷歌 占据了在线搜索市场 大约九成的份额 以及智能手机市场 95%的占有率 不过日后搜索领域 或许将会变天 美国联邦法院星期一裁决 谷歌因为垄断搜索市场 而触犯法律 这是美国政府 在一系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 反垄断诉讼当中的 第一场重大胜利 法官梅塔表示 谷歌支付260亿美元 或相等于马币1162亿令吉 以保证手机制造商 将谷歌设为新手机的 默认搜索引擎 旨在阻止其他竞争对手 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美国司法部较后表示 告引谷歌是美国人民的 历史性胜利 但谷歌全球事务总裁沃克指出 将会对判决提出上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